没拉开 早上好 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上午10点钟 然后呢现在我在无锡 然后现在呢 准备回上海 在上海订了一家比较清淡的一家上海本包菜 然后一会我们去吃吃看吧 我现在已经到上海了 但是上海最近老这样突然下雨 雨下的还蛮大的 但是没关系 一会去吃好吃的 我现在非常非常非常之饿 入乡随俗嘛 就像之前我在北京的时候 然后刚到北京会去吃北京烤鸭 然后会去吃金酱肉丝 上海的本包菜就是在上海一定要品尝的 烤餐厅了 现在要上楼 到了 这个地方是老板特地给我们留的一个阳台的位置 就是这个地方叫四南共馆 然后这个地方边上都是洋房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在一个洋房里面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吃饭点菜干饭 这个赎醉蟹看起来 现在是不如季节的 麻烦你鱼丸出面 慕游出面 是吗 来晚鱼丸喝粉吧 慕游玉丸 还有什么 带鱼 鸡汤 红烧肉 这个吧 牛肉 那是蟹粉捞面吧 有喝的吗 西瓜 西瓜 西瓜就是 OK 等待 我们现在在等吃的 我现在非常饿 我之前有一次同学 带我去 在学校附近 也是吃了当地的一家本帮菜 那个是我这几年为数不多的 吃本帮菜的 几次吧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学校 午休 就是大一的时候 早上上完课 本来我那一天说要在 学校食堂吃饭 然后我就没有在学校食堂吃 就跑去 跑去那个 跟同学一起去吃了 听说这个地方呢 之前是上海 一个很有 历史文化的一个老街 原本这个地方其实是 私宅 它经过了修建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就变成了一个 游客和购物比较多的一个老街 我认为的好的餐厅可能就是 根据我自己的喜好嘛 就比如说 跟城市文化是契合的 比如说这家餐厅在洋房 然后它的本帮菜是 吃的老上海的本帮菜 然后它整个的环境啊 感觉啊 能让你感受到在上海的这种文化气息 包括就窗外的景色 也跟上海有很大的联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很舒服 很适合来吃饭或者喝下午茶的地方 我不说了 等饭吃 终于上菜了 然后这个是刚刚我们点的鸡汤 因为我最近致尺不是发炎了吗 所以还是吃不了太辣太太刺激了 然后现在上了个鸡汤 甜甜 这个待遇还挺脆的 好吃 好吃 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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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爱的蟹粉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吃的就是蟹肉 蟹肉的面 蟹肉粉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 第一次吃到蟹肉面的时候 是跟蝦之光光光光一起去吃的 那个时候去吃的感觉特别特别好吃 然后那一天晚上的回忆也是非常好的 哦 这个蟹粉面看起来贼好吃 这个是今天的压咒了 然后要先把这个蟹粉稍微搅拌一下 然后再倒点蟹醋进去 看到了吗 这个蟹粉这一朵 嗯 好吃 不要浪费呀 吃光光盘了 这个蟹粉 我觉得每一次吃饭或者说打开一家餐厅 对我来说都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大家想要尝到 比较好吃的 现做好的菜 有两种 一种就是自己做 自己做 但是 其实我比较懒惰 又不太喜欢自己做菜 但有一种呢 就是去店里面 去吃你想吃的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别的城市 然后去去到别的地方 然后可以去当地的饭店去吃饭 因为好像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在家里面点外卖 就吃饭它变成了一件好像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觉得吃饭 环境还有新鲜 还有自己的喜好 其实跟身体健康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自己喜欢的饭店 最好还是去店里吃 好了吃完饭了 现在离巡演开始 只剩下不到一周 只剩下四五天左右的时间了 然后这两天休息一天 回去养精蓄锐 然后背一下歌词 然后24号就是后天又要去北京路专辑的歌了 然后希望能够有 在外来能够有更多好吃的 然后有更多惊喜等待着我 那就先这样吧 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有时间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拜拜